好吧,謝謝你 所以你如果我忘記,你還會提醒我就對了 好,林貴姓 張先生,謝謝你 OK,拜拜 好,我待會來拍一段 我剛剛發生什麼事 好,午安 今天是12月9號 那現在是下午的2點多 為什麼會拍這個影片呢 剛剛你們有看到片頭有沒有 我剛剛是跟玉山銀行的信用卡部分通電話 那我覺得發生在我身上的這個案例 我覺得值得跟大家分享 大概是在昨天晚上吧 我說到一個來自於瑞典 一位叫做Peter 他是一家T恤網站的創辦人 那家T恤網站叫做T Post 剛看的時候呢 我一直以為他是覺得說 你影片拍得不錯啊 或者是你的在Facebook上面的照片不錯啊 所以他想要提供一些產品給你使用 那因為我們常常會接到這樣子的 類似的信件啊 我通常也都不以為意 我一開始我有一點防備的心情是說 這個會不會是詐騙 所以我看了一下那個連結 而且那個連結我還很慎重去看T Post 它並不是一般說網址 通常信件收到說網址我不會開 因為我不知道開下去會跑到哪裡去 其實照理說啦 重來它上面寫什麼 你點下去也不見得是那個 但是我也不知道 就是那個防備心是要有降低一點 然後我點下去 看到那個網站也是一個正常的網站 因為我很怕說我點下去 萬一它就買什麼木馬到你的電腦裡面啊 可能就有可能被到帳號什麼之類的 沒有沒事就到他們網站去 那我看一下他網站的T恤風格 我是覺得還好 但是既然人家免費提供嘛 然後我就想說 因為我有在穿 我很喜歡穿T恤 所以我覺得那個蠻特別 台灣也沒有 好吧 我就回信 當然我回信我也問他說 為什麼你會知道我 因為他是瑞典 我是台灣這邊 我講的是中文 他產品是想要在台灣曝光還是怎麼樣 然後他說沒有 他是透過IG 透過IG看到我的 他可以特別提供我一個免費的產品給我使用 但是他就提供一個折扣碼 他還跟你講說 這折扣碼呢 今天午夜就會失效 你如果有興趣你就點下去 然後結帳就可以了 那我已經把你折扣掉 因為本來要付35塊歐元 那等一下的確是這樣子 付35塊歐元 他現在把35塊剪掉了 但是我自己要付5塊錢的運費 那我的時候的確有猶豫了一下 他送我什麼東西我不知道 但是我要先付5塊錢歐元的運費 這樣划算嗎 但是你知道嗎 那個好奇殺死貓啊 有沒有這個講法 就是好奇 想說你到底要寄什麼東西來 然後就到他的結帳畫面 那你就點下去點點點 然後他有講到說 他是每個月 因為這個網站他比較特別的是 他的T恤是才訂購制的 你下訂單之後呢 你如果成為他的Member 每個月他寄一件T恤給你 但是那件T恤長什麼樣子 你也不知道 但是你每個月只要付35塊歐元 你就可以每個月有一件T恤可以穿 其實這概念是蠻好的 但是呢 你要看人家願不願意嘛 他用免費提供你的角度 給你那個連結 所以你就下了那個訂單 到這裡沒問題 這個是心甘情願嘛 可是呢 後來我收到一份那個確認信 訂單確認信的E-mail 我發現 他告訴你說 他恭喜你成為他的訂閱制的會員 下個月他就會提供你一件衣服 我就沒有再細看 我看到這邊我就覺得不對 我並沒有說我要訂閱啊 我只是這一次這個當下我付5塊錢歐元 那我ok啊 可是我下個月還在扣35塊就不對啦 那我開始去看有沒有地方可以取消 沒有 沒有地方可以取消 然後呢 我寫信回信給那個Peter 他沒有回我 然後他們訂單確認信 他跟你說你如果訂單有問題呢 你可以回信到我們support 我回信也沒有理我 到這裡我就知道了 他這種是一種類似詐騙 他不是真的詐騙 他也沒騙你啦 他就告訴你我要送你嘛 但是下個月你如果不要你要跟我取消 你不要跟我取消 你如果沒取消我就一直call 那我警覺到這點我當然就跟他講我不要訂閱喔 我要寫信跟他說 後來我就看一下他們那個那個Peter 他們的鑽石這個T恤這個雜誌的創辦人 他自己拍影片 那那影片下方就已經有人留言了 欸有人跟我狀況一樣 而且他被call了好幾個月他都不知道 到這邊我就確定他是用這種手法 去不當的廣告吸引別人去參加他的會員 但是你都一直以為你只是為了拿這個免費的贈品 這個要注意 那我就發現這樣不行 他如果一直不理我下個月就call錢了 對不對 我就打電話到玉山銀行去了 那玉山銀行是跟我說 這樣子的案例 他們沒辦法直接取消 沒辦法 重點你是訂閱制 你只能讓他下個月扣不到 怎麼扣不到 換卡號 欸很麻煩欸 我們有些東西是直接用這張信用卡 每個月扣的 還有呢像我做捷運的月付卡 那種月票一個月一起的 我要到1月1號才到期 我如果現在換卡號 我這個就失效了欸 欸很麻煩 玉山是建議我說 因為今天是9號嘛 照理說他們的call款日 應該會在2022年的1月9號call 我剛剛就看了一下 他1月1號就要給你call了 那我的月付的悠遊卡 那個月卡 是在明年的1月1號到期 所以呢 我必須提早 提早 請玉山銀行給我換卡號 那我會損失那幾天 就是月票的費用 那我趕快拍這個影片 跟你們分享是說 其實現在這種詐騙層出不窮 你說他是詐騙嗎 有點類似 他就只是騙你變成他的會員 然後你答應之後 信用卡就可以每個月都給你call 只要他不願意取消的話 你就讓他一直call下去 這樣這點其實是很不合理的 信用卡端呢 他不能為你做些什麼 因為這個是你跟那個網站 或跟對方的個人的商業行為 他們只是一個付款單位 你們要自己喬好 否則他因為你答應他 所以他就一直call 這一點跟大家分享 遇到又遇到這種狀況搞清楚 那我是發現的早了還沒被call 但是我的警覺性是很高的 因為我這麼多年 我從來沒被騙過 所以這個是有點類似被騙 類似被騙 他讓你覺得說你好像很不錯 所以他是因為欣賞你 所以願意提供你免費的東西 所以你心裡先醉了 你心裡先醉之後 你的防備金就下降了 然後再來呢 你想說我只是付一個運費也OK 其實我剛剛有點猶豫 我幹嘛還要付錢 你要送我我還要付錢 真的一念之間 照理說你要送我是連運費你都要出啊 怎麼叫我自己付錢呢 我幹嘛去付了一百多塊 去跟你拿一個東西 是我不見得需要的東西 這點我要反省 我要反省 那我拍這影片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這種狀況 那你們大家要小心 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 如果能免費送你東西 你要特別小心是你要付出什麼樣的代價 跟你們分享 那現在時間三點鐘 我大概簡單講 簡單講了幾分鐘 我本來是要出去練衝浪滑板的 被這件事情打岔了 有點影響心情 但是還好是提早發現 那我不希望有其他人 再被這樣子的人騙了 我覺得他不老實 用正當的手法賺錢 不要用這種 告訴人家說這是免費 但事實上你後面 我想到一點 為什麼他要你付運費 他要你付運費 你信用卡才輸進去 他才拿得到你的卡號 就是這樣 好大家小心 拜拜